巴萨能够签下伯格巴马,在引进彼达尔之后,巴萨并没有停止引员的脚步,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曼联中场伯格巴,而据意大利媒体的最新消息称,巴萨已经和伯格巴达成了初步协议。 意大利媒体转会市场表示,巴萨签下伯格巴,很快就要梦想成真了,巴萨俱乐部已经就伯格巴的转会费,以及伯格巴合同的年限搭成了一致,法国中场的转会费为1.1亿欧元,报道截图不过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却表示,巴萨俱乐部否认已经同伯格巴达成协议,但承认对伯格巴十分感兴趣,并且会密切关注伯格巴的一举一动。 西班牙媒体近日曾报道称,伯格巴的经纪人拉伊奥拉已经到了英国,他要给曼联施加压力,迫使后者放人。 英国媒体也表示,拉伊奥拉已经向曼联摊牌,要求曼联以1.12亿欧元出售伯格巴。 今年的英朝转会窗将提前到8月9日关闭,如果巴萨想要签下伯格巴,那就必须要加快自己的脚步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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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